Hi guys, I'm Courtney 大家好,我是你的设计师小文 我的口号是真正一诗不说假话 老板上人再把 今天是我们的固定单元 小兵带着抗头,盘小腿看大秀 我觉得是一个粗糙的学生作品 远看的确很闪烁 但是塑料珍珠的光芒 没有办法和钻石相比 虽然说高定有一部分 是为了更多的呈现理念 所以石川星要打个折扣 而且我也很讨厌那些 被市场狠狠鞭打过的设计师 他们的创意的匮乏 让人变成的不爽 但是Oliver这一套选择这样做 我觉得就是在胡闹 而且是拉着四个电工作室一起胡闹 紧身胸衣扩行 腰间是一个胶色的追品设计 而且这两片是骨底的袖子 就是包括它整个这件opera coat 它是完全是一体 这个无论是设计技法 轻重平衡 然后元素的运用 这个look都非常漂亮 OK 可以的 但是 我见过 这里我不是说后背就不能走前背走 而且我也没有要说 Oliver挑起海盗爷 或者是挑起穆斯康的设计 在女性身上呈现出阳刚之气 这里其实可以理解为 现在车和掌心气质 其实并无高下之分 在舆论场的喧嚣中 被忽略的 其实是阳刚之气一词 背后所体现的性别权利接续问题 阳刚之气既贬低女性又贬低的男性 或者说 世界上不是只有 Masculinity和Femininity 还有Individuality 这是非常好看的 我就觉得 我就是 话说天津 这个鸡毛本身 它足够宽敞 它可以了 脸上这一件小裙子 它单独就可以成为一个look 它并不需要这个长手套 它也并不需要这个皮肩 这个牛仔皮肩没有任何设计 就是一整块牛仔布 然后就去挂上 这个大可不必 感觉也是怕说 这个设计不够隆重 不够高定 不够女性化 那我们就加东西 就说我们就隆重一下 就跟这样 设计元素 设计重点 它们太丰富了 都在一个路上 它们很拥挤 都是很好的创意 有三四个路 反而会更突出 现在都放在一起 它们彼此 哪个人当主角 就是很忙 我应该看哪 就是一种太想红的感觉 然后这两件 无论是这个高铁的断带 还是身手台文的变形 这两套不好意思 不太打动我 因为我觉得特别像学生作品 不好意思 我收回我的朋友 我觉得学生作品 这四个字不正确 因为还不如学生作品 这两件是同一个概念 用飘带缠绕 但是这个缠绕 太丑 这个不走心 到一个离大苦的程度 右眼可见的 外气扭霸 相信完全不懂工艺的眼影 也能看得出 这没什么技术含量 要是还夸的下口 是不是可以去看看眼科 然后为了绣场上 能压分量 所以就把这东西做的长长的 那种飘飘的感觉 不知道看视频的 有没有设计中间的最后办 这个是我们读设计时候必修的一门课 叫面料再造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就一卷飘带 现在随便丢给一个设计班同学 政治都不用多给时间 限制十分钟 我都敢保证 会有同学能提交出三到五个不同的想法出来 虽然不见得马上就非常完美 但是绝对不至于这么无聊 大家其实不用就都在带节奏 或者说话过于夸张 随便搜一下 面料再造图片 每一个都不这个金层 因为如果不是提前知道 Oliver在班里面的精雕细琢 就是谁好意思拿出两件设计 然后跟我说是高定 我现在就敢断言 你们家牌子撑不过三年 毕倒 我觉得我现在大概能抓到这样的问题 Oliver是一个有天分 但是天分有上线的好学生 非常勤奋 他也非常想表达自己 然后这场高定秀 感觉他非常非常重视 他觉得我终于有机会 可以好好展现自己 但是又受限于这个想象力的上限 就在这儿 他这些常规的思路 这些做法 都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有好多同学的毕业秀的作品 就是这种风格 就是创意不够 长裙来操作 对比其实可以看Skyfadeli 没有任何长裙 没有任何脱白 但是这个设计那个理念 非常吸引人 我们从第一部分看到现在第六部分 我就没说过几句好话 如果大家现在独立思考的话 肯定会想 嗯 这第六组平衡感也刚好 也没有大鸡毛 也没有大脱白 做工也精细 还融合了班牙的标志性扩行 你还有什么好朋友要跳吗 他们难看吗 不 他们不难看 但是哦 他们有一点过时 高松的肩膀 手窄的腰线 然后跨步 这个扩行 向外突出 像演唱会的服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思路 可能放在十年前的Protect Runway Idi Gloom 或者是Nina Gazzi也都会说 这种女战士的造型 我们早就见过了 为什么十年后还会出现 另外 时尚周期里 刚好会被定义为过时的一个循环 就是十年前 如果我们回顾2010年左右 Beyonce所有的舞台造型 全部都是 放 收 放 短 这样一个造型重点 而且 这个西装中段 改成半透明的素腰 配西装裤 这个概念最近几集 Mugler用的比较凶 然后同样的 我也是对这个styling 太感冒 手上这个真插 没有任何必要 怕这个系列 彼此怎么讲 不太Cohesive 就是它没有连贯性 就把前面那个配置 我们就继续用 但是靠配置 就是靠视频做连贯性 我觉得不太成功 然后以真插的概念 改了这个耳式 还有这个鼻环 摸绑一下 不搭 不搭不搭 这两个都应该去掉 女战士这一系列 除了我觉得 扩行思路没有打开以外 在意识高度上 也稍嫌落后 这里提出一个概念 叫男性凝视 像是漫画里的 女性超级英雄 这一组对于 力量感的体现 稍嫌单一 女性自我觉醒 姐姐妹妹站起来 这两年 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 一个流量密码 因为这年头 只要是站在女性立场 不管坚心与否 都会收割一大波流量 所以这里 我不想用男性凝视 这个顺理成章的罪名 扣在Audibear头上 但是这一组 女战士打歌服 的确能看到 男性视角下的 女性画像 她们一定是 突出女性性征的 一定有 有力量的肩膀 一定有 比例惊人的胸腰臀 她们都上天入地 她们可以践踏男人 她们无所不能 她们不可一世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这些 都是十年前的流行概念 而且相对片面 在真正把女性意识 端上台面 讨论的这几年 梯台上 反而建本的这种 只从一个角度 强调Power Women的设计了 千人千名的多样性 才是更恰当的理解 你可以是金色女超人 你也可以是 杀群小公主 你可以是前途后翘 一步三遥 你也可以是 纤细平板 中性高挑 所以一提到权力女性 就一定是有野心的 就一定要有攻击性的 这未尝 不是另一种 刻板印象 我觉得无论是Oliver 还是高铁本人 她们的设计风格 都并不是以体积见长的 所以她们都是 在一定范围内 稍微玩味一下装饰 或者是玩味一下 设计元素 反而在体积的探索上 我印象中 并没有特别突出的 所以这几个造型 她们好看吗 好看的 但是她们很新吗 我觉得一般 Look35到Look41 这一组终于站在了 巨人的肩膀上 这一系列 都是来自对2002年 设计的致敬 将一件几乎完整的 夹克上衣 做成礼服的前片 除了2002年的高定 在2020年高铁的 告别大秀上 也进行过复刻 这一组 又真正拿到 我心中对于致敬的标准 可以看到 2002年的原版 前片更小巧 而且长袖都并无固定 或是采用绑带的方式 或是采用内力添加鱼骨 增加硬挺度来进行固定 从我个人偏好来说 这种处理方式 并没有和身体 完全的有机融合 有一丝丝走光的风险 而这一丝丝风险 让我有一丝丝担心 而这种担心 让我有一丝丝的不舒服 Oliver这里的处理手法 完全打消了 我的这种顾虑 Look35 将原本悬空的袖子 制作成长手套 而长手套 这种自带晚装 范围的单品 为稍显单薄的西装套装 压上了恰到好处的重量 Look41 结合前面提到的 利财大师 Madame Ghat的角色处理 堪称本场最佳 Look36 将西装外套退去 露出内里的白色衬衫 这件如果作为成衣 绝对有爆款的潜力 不但有设计感 而且视觉上收窄 这样不挑客户的身材 没有画色天主 增加裙摆长度 而且是一件式设计 无论是修上的后底鞋 还是肩头高温鞋 或是过膝长靴 对于消费者来说 都可以轻松搭配 无压力 Look39 是2020年告别大秀 Look62的升级版 黑色西装裤 变成西装翻脸长裙 衬衫袖子加长 变成披风 通过微调 将模特变成了黄金比例 这一组告别了 前面女战士的用力过猛 将一个简单 且金面的概念 呈现的恰到好处 有力量感吗 有 有攻击性吗 也有 但是没有那种 哭着喊着 求大家注意的卑微感 这里介绍一些 设计师会更关注 而大家普遍会忽略的 设计重叠 大家都知道 高定代表没有限制 无穷的想象力 大量的人力成本 和昂贵的原材料 所以通常心眼求的是 更大的体积 更夸张的颜色 更闪出的刺绣 而很多时候 最基本的扩行和裁剪 却最容易被忽略 最早的根基 就是这个 衣服穿人的前置理念 而在时尚 这个大范畴内 这种灵光闪现 比任何一种面料 都更值钱 比如前面的Look30 如果这里大手一挥 用真金白银来做试编 甚至开放课之话 可以相钻 售价分分钟 指数即翻番 但是仅仅用堆砌的时间 和昂贵的材料 都是设计里 最入门 最基础 也最容易实现的一些手法 反而 一个超凡脱俗的创意 才是一个设计师 最核心的竞争力 相信大部分 看视频的小伙伴 甚至时尚博主们 都是时尚爱好者 都没有任何设计的实战经验 所以很可能很难体会 对这个裁剪上的分毫差距 但是这里 我完全能理解 这些看似轻松随意的比例 要经过多少次的微调 多少次的校正 才能达到 effortless 如果举个更好懂的例子 我相信很多人都说到过 就是蛋糕翻车类的贴子 看似一样 但又毫不相干 这种在时尚界 常常发生 所以能把脑中的概念 非常完整地传达出来 这对设计师 对打板师 对品控 这一系列的要求都非常高 所以这一组看似简单克制 实则难度惊人 当然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不好对付 还能继续挑出毛病来 look37 白色上衣和黑色裙子 重点 冲突 扩形 冲突 两者取一个 要么保留白色上衣 裙子修身 要么保留裙子 上衣把袖子砍掉 第二个 look38 脱白能不能砍短一米 就是 砍短一米 怎么讲呢 这句话可能 会让很多高铁的粉丝非常不爽 就是我个人觉得 高铁它其实吃尽了 时代红利 其实高铁也这么多年 整个职业生涯 一直在推崇就是 小中文化 亚文化 多元文化 所以呢 它的秀整体的风格会比较散 它并不像Mugler 或者是像Dial这样 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风格 就是它有一种 我什么都可以尝试 我什么都做 然后每一季都是一种全新的概念 但这样的风格的好处是 它可以尽情的表现 它想表现的 弊端就是 整个品牌的形象 比较模糊 就是它什么都有 所以说 你很难说用一两句话 它提炼出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服装形象 我前面说的 这个海魂山 条文山 然后包括这个消费的形象 都是单一元素 对于整个品牌的服装风格 其实并没有特别明确 或者是说 我们很难 一两句话 给它解释清楚 我这个话讲的 又是比较狠 你知道 就是不写稿子 不经过修饰 这会容易出现 非常狠的话 高铁的风格 我个人觉得 有一点过时了 我觉得它把成衣线关闭 是一件非常非常明智的事情 而且二三十年前 大众的审美 并没有今天的要求这么严格 就是必须要平衡 一种商业化 就是 九十年代的时候 首先经济就是一个 整体向上的一个趋势 所以是一个黄金年代 无论是经济政治 还是时尚行业 即使你做的非常搞怪 都会有人买单 因为这毕竟是一场 2022年的秋冬高丁秀 就是以目前的时尚环境 或者是市场环境来看 设计的如果是太cost 其实不太被时尚接受 市场现在是希望 能在某一种 非常常见的单片上 然后做一个 非常有巧思的设计 然后既能保证时穿性 又能保证先锋性 所以现在这些 是做设计非常非常难 在看最后一组 一封献给高铁的情书之前 这里再容易提名 两个精彩的设计 LUG50的铁塔 和LUG46的蓝色瀑布 LUG50由索费道 在2002年的这一条 粉色露皮肠裙 和雷斯艾弗尔铁塔裙 进行组合 而且2002年 写场的丝袜上 也有艾弗尔铁塔的细节 LUG46 类材手法 充分展现了面团的垂直性 和光泽感 连体裤直接连到头巾 意想不到的方式 并没有刻意夸张 却将新颖的理念 传得清晰明确 LUG46和LUG48 都是Budeman2020年的延伸 将成衣需要考虑的边界打破 更大范围地 用一个设计元素 乘上其下 起乘转合 将Oliver自己的风格 也保留其中 不会有明显的割裂感 最后一部分 也是今天的主题 一封后背 对大师的情诗 但是我觉得 更像是来自一封 湛蓝的敷衍情书 灵感来自两场 一场是2008驱动高定 一场是2012驱动高定 这里一个非常突出的细节工艺 是把天鹅绒绷成一条一条管子 内力填充之后 再用预顾定型 突出的扩形是LUG42 44 57的新型肩膀线条 以及LUG55 胸前的新型软电侦叉 侦叉 这个前面说过了 这里LUG55 无论是大头巾的长度 还是密集程度 还是排布方式 都像是大学画局 是个道具服 就是不够精致 也许会小伙伴觉得 这个裙子不是很精致吗 而且是LUG那个视觉错位同款 还有很多别人做细节 这里 如果看原版的视觉错位裙 没有动手打板 做过衣服的小伙伴 可能不知道 在圆形 立体的人身上 想要做出直线条 并且达到绝对的平行 是多么的困难 要贴合小腹 大腿和臀部的自然曲线 又要在视觉上 做到全部平行 其实在每一个转弯处 都有进行微调 如果沿着透明的部分 剪开平铺 绝对不是等宽的 绣场上这一件 提高了腰线 那么宽部的缝隙和裙摆 就不等宽了 所以这里也没有办法 再用别针进行固定 而且用别针做装饰 是一个非常入门级的 而且是一个低成本的 面料再造 所以我特别觉得诚意不足 要知道Oliver 在自己的巴勒曼绣上 最擅长的 就是复杂的工艺 面料的磁绣 因为我在Pinterest上 随便搜一下别针工艺 随随便便 就找得到更为精细的设计 而且这件的披肩 就是一个布条 过于简陋了 如果大家有看过 Project Runway的话 就会知道 评委最常在乎的一个点 就是 是否像Costume 因为时尚是一门生意 不是设计师 自我感动的舞台剧 服装可以有戏剧性 但是不能像演出服 那这一组最后 也作为今天的收尾 再说一下Look54 袖上的这条 简洁的白色航风鸡尾酒裙 我承认 我在录的时候 试试reaction 我并没有想起来 就在哪见过 但是我觉得非常眼熟 然后在我后期整理 剪辑我的碎词的时候 被我发声的端倪 恶门把袖上这件裙子 转一个九度 诶 再转一个九度 可以说和2012年那一场 高铁致敬独厚 Amy Winehouse这一件 一模一样 你可以欺负大多数消费者 没空深究 但是诶 你骗不了我 这一场戏 高铁本人全程不参与设计 一直等到最后一刻 与观众一起见证 但是就这样的呈现 这一套是不是 过于敷衍了呢 好像正宫受到了渣男 本来送给小三 但小三不喜欢 诶 又不特别的礼物 纯元皇后的旧衣 你拿来给我穿 晚了累青 都2022年了 累你个头 而且我更不能理解的是 可以绝地三尺 翻出50年前的涉取铜款 进行讨伐 现在冷饭硬炒 还不放言 诶 怎么就躲过了 你能火眼金睛呢 还感动得要哭了呢 这场戏的解析 全网也有不少 每个博主 都有自己擅长的方向 做好自己的方向 坚定自己的立场 发挥自己最大的特色 这没有问题 而且是应该的 但是你不能 一个萝卜两头切 便宜的邓一站了 把冤屑的秀场 八分五十年 说抄袭的是你 说网上力气重 需要爱和平的也是你 请问是西库龙领啊 还是洞庭的碧鸟春啊 这么绿 好的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这场秀 这是高T宣布退休之后 第三位特座总监的秀 总体来说 不能算高分秀场 而且就从设计理念来看 我觉得这一场 其实更侧重 社交媒体的传播 而不是真的 从实际上的考量的细节 就是都是乍一看的 吸睛大扩型 但是近看细节 很一般 甚至有一点敷衍 可以说今天是一种 实质reaction 就是我几乎没有做什么research 就是单独评我的第一直觉 因为我看这场秀 我就就说 嗯 有几个点 我一定要说 反正这一场秀 在我这 我没办法打高分 是因为我觉得 他发了几个 非常常规的 我觉得不和谐的错误 那么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 大家同意 或者不同意 都可以到我的客人去留言 欢迎你们探讨 或欢迎各种各样的声音 好了 好的 那么以上就今天的求我们那种 我是女主席师小文 我们 晚上见咯 拜拜